你好,大家好,我是Eric 大家好,我是Eric 我是阿成和迪家序三位組員 我是Azeng和Tikfa 我自小就很小膽 我長得很傻 做人都很沒方向、很沒目標 我沒有任何方向或目標 性格、內向、自卑 我非常專業,而且沒有自信 人際關係也不好 我的相關不太好 讀中學時 我非常無心向學 我沒有想要學習 經常不教功課 上課睡覺 我睡在學校時,我沒有任何課程 我一個學期記的缺點 可以寫滿兩張A4紙 連老師也覺得我沒有足夠 我學生也覺得我不會改善 由於成績差,家人就把我送去紐西蘭讀書 因為我的學位在學校時 我的家人也送我去新西蘭 去學習 也在迷迷糊糊底下 我讀了室內設計的課程 我終於學習室內設計 其實沒甚麼特別原因 純粹我覺得我應該要讀室內設計 無任何特別的原因 迷迷糊糊糊便畢業了 我畢竟畢業了 畢竟畢業後 畢竟畢業後 也迷迷糊糊地進入職場 我畢竟畢業了 我以前是一間廠的文書 也有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 也試過去商場做賣玩具的銷售 我也試過賣玩具 墨 甚至在地盤上做過水喉工程 甚至在建築工程中 我每一份工作都很願意去做 我每一份工作都很努力 但越做越迷失 但我變得更加失敗 每天上班就像賺錢的機器一樣 我每天去工作 除了錢之外 我在工作上也找不到自己的價值 除了錢之外 我沒有找到我的價值 也很不滿足 我不滿意 人都越來越自卑 我變得更加自卑 當時想到30歲了 我便想到,好,我早就變成30歲 看到身邊的朋友 很多都已經事業有性 我看到很多朋友 我身邊的朋友 也有一個好處 但當時我仍然是一事無盛 但我仍然沒有成功 內心非常痛苦 所以我心裡覺得很痛苦 當時的女朋友 即是現在的太太 當時,我的女朋友 現在是我的妻子 鼓勵我好好地想想 她說,你必須考慮 到底神給我那份是甚麼 神給你 有甚麼工作是我喜歡做的 你喜歡做的工作 可以有更好的出路 希望有更好的未來 當時,同時教會 也有一位弟兄邀請我 去當時街尾地的新職祈禱會 當時,我的弟弟從教會 邀請我參加 參加市場的開會 在卡曼 當時在土教會裡 我都很被鼓勵 當時,我非常鼓勵 記得有一次說完 就要找一份自己有熱情的工作 當時的講師提到 你必須找到一份工作 你很興奮 不是要看錢的 然後就要寫下自己有甚麼興趣 在那一刻,我開始很認真地想 也開始問神自己有甚麼興趣 在那一刻,我花了很多時間 在祷告和等候神裡 我花了很多時間 在祷告和等候神裡 在祷告和等候神 我想起自己 從讀書到大 我都很喜歡在咖啡店榴槤 我記得在咖啡店榴槤 我非常喜歡在咖啡店榴槤 在我學校的酒店 我非常喜歡咖啡店的味道 我非常喜歡咖啡店的味道 在咖啡店榴槤 也很喜歡聽咖啡店榴槤的聲音 我喜歡聽咖啡店榴槤的聲音 神就提醒我 這些就是我的熱情 神就提醒我 這就是你的熱情 雖然神有啟示 但我的內心也很煩惱 但我心中有很困難 因為我都要30歲要轉行 因為我當時30歲不容易改變 我當時30歲 喜歡而已 但不代表就是喜歡做的 我喜歡這就不代表我喜歡做的 入行好像很困難 而且很困難 對 課程也很貴 而且課程也很貴 當時聖靈感動 與其害怕不如就行動 聖靈感動 不如害怕就行動 我直接發電視頻 去一些大型連鎖咖啡店 找工作 我去找工作 在一些咖啡店 邊做邊學 工作和學習 神的恩典足夠我用 神的恩典足夠我 最後在一間連鎖快餐店 中的咖啡店工作 最後我工作在快餐店 當時第一天上班 非常掙扎 第一天我去工作 我非常困難 因為30歲人才去做快餐店 因為我已經30歲 我去快餐店 身邊的工作 都是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 所有人在我身邊 都在20歲 內心 但內心就覺得 神帶你來這個地方 我就要咬緊拿關 我就要向前進 但我認為 神讓我來 所以我必須努力 當時做著最卑微的工作 我開始從最愚蠻的工作 生命不斷地被破碎 我同時也學習 但以來要去恩勤和忠心地完成 手上的工作 我從 Daniel學習 成為堅持努力 和信心地完成我的工作 由於當時工作表現良好 因為我有好工作表現 上司很快就教我如何沖咖啡 所以我的職員教我 很快要煮咖啡 每次教我一件事 我都很快可以上手 我可以學習 慢慢上司就很信任我 慢慢地 我的職員很信任我 交託給我的工作 比我的前輩更多 自信不斷不斷地被建立 我的自信不斷地被建立 很被上司和同事重視 我的職員和同事都尊重我 亦多次被顧客讚賞我 很多次,我的客戶都祝福我 覺得我服務細心 說我有好服務 工作也有心機 很享受和服務 當時終於體驗到 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當時公司的管理層 對我的印象都很好 管理層的經理 有很好的印象 很快就在那間店 升職當經理 很快就升職當經理 當時升職當經理 不久 不久後 就為朋友邀請我 去一間五星級酒店 在一間新餐廳做咖啡師 朋友邀請我 去工作在五星級酒店 在咖啡店 雖然我覺得沒甚麼可能 我認為這可能不太可能 但又覺得機會很難得 但我發現機會很貴重 加上太太很大力地鼓勵我 我就把我的履歷 傳到酒店 我的妻子鼓勵我 所以我送給他們我的照片 在等待的期間 我和太太都一起不斷地去祷告 我們在等待 我跟妻子一起祈禱 有一晚我記得 我工作得很辛苦 一晚我工作得很辛苦 我在當時工作的地方 跪著向神祈禱 在我的工作地上 祈禱祈禱 求神給我一條新的路走 我求神給我一個新的路 有一天我工作時 收到一張編號是9777的訂單 一天我工作時 我收到一個訂單 號碼是9777 當時不以為二 我只是不太明白 但十分鐘後很快 那間酒店就打來 叫我去見工 但十分鐘後 那間酒店就叫我 去見工 一星期後 我又收到777的訂單 一星期後 我收到一個新的訂單 號碼是7777的訂單 當時也覺得 還是沒甚麼 我也不太花錢 誰知當晚就打來 跟我說就聘請了我 但那天晚上 酒店就叫我 他們想聘請我 正式成為這間酒店的咖啡師 所以我成為那間酒店的酒店 神是真的 神是真的 神清楚讓我知道 神清楚讓我知道 神明顯示我 也不關我的事 這不是因為我 是神親自帶領的 是神的指導 入職後 我的眼界和層面都不同了 那份工作 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 雖然一開始遇到很多困難 我開始遇到很多挑戰 但靠著神 我都一一堅持 但我繼續跟神進行 甚至可以跨性 我超過 神讓我大大的蒙福 神讓我大大的蒙福 最近有位 専尼亞叫我 做咖啡的餐廳 最近専尼亞請我 給我咖啡的餐廳 當時我可以做 我只是好事 我做了 誰知結果 他把這個餐廳 現在整間酒店 都要跟著這個餐廳去沖 成為一個盡質 但驚訝 現在整間酒店 都用了這個餐廳 做咖啡 給大家 對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 所以這對我非常意義 神在肯定我 神正在肯定我 也醫治我內心的自卑 也治我內心的自卑 治我無敵的自卑 當我一切生活都覺得很好 當我認為 生活都很好 我的組長就再次挑戰我 我的副主持人 再次挑戰我 要欠著專業進發 所以當時 組長就給我兩個提議 要不就讀書 要不就比賽 成為專業 我的副主持人 給我兩種選擇 我需要學習 或參加競技 我一聽到的時候 就很害怕 所以我聽到這個很害怕 一來專業的課程 價錢很貴 因為專業訓練課 很貴 而比賽要拋頭露面 我也很不想 我並不想參加競技 但我也相信 組長這樣做是為了想我好 但我相信 我的副主持人 神也想我好 神也想我好 所以我順福地找課程去讀 所以我向他們負責 然後我搜尋了不同課程 找到一間 上網找到一間 咖啡感官課程 我找到一個特別的課程 價錢也不便宜 這並不便宜 但當時原來可以用消費券 有優惠 但我發現我可以用我的消費券 有一個優惠 購入消費券和優惠 最後我給了課程一半都不用的價錢 所以我最後付了半價錢 最感恩的是 我考試的成績非常良好 而且我會有很好的成績 寫這次見證 讓我可以好好回想 神對我的恩典 從迷失到尋找到方向 在這個方向越爬越高 然後我可以改善 每一步都跟隨神 神就一步一步地去塑造我 當我跟隨神的一步 神正在塑造我 甚至用很大的恩典 一步一步地成就今天的我 And has given me great grace so that I can be who I am today 神真好 God is good 願榮耀眾賺歸給我天上的父 名義